记者格又豪高雄报道,济南部后,台北市日前暴雨也传出击,烟水清醒,激进党高雄市三民区市议员参选人陈百为认为,如果治水时被预算,时雨量78毫米还会积水,说明台北不适合当首都。 陈百为透过脸书强调,不要再乱花钱了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媒体中心都该切开,集中在台北市中国党的逃难计划之一,他说,只要你听到同学都不在高雄这句话,95%是片面了解,5%是恶意传播。 将台湾的人才集中到台北剥削压榨,以为洋造漆后果枪杆子跟笔杆子获得的资本,并训练服从中华民国体制的正经美军等裙带,导致了今天这种南北重度差异。 陈百为指出,Rebuild Taiwan,从Rebuild Taipei开始,被殖民不可怕,可怕的是被殖民者没有意识建立自己的Homeland,而满心期待殖民者的施舍,最后资本,人才,产业与文化就全部被带走。 他表示,中国之于台湾,就像台北之于高雄。 中国台北,台湾高雄的对立起来有字,会拿南北韩,东西德或东京大阪来比的,都不够清楚台湾历史脉络。 从来就不是南北对立,一直是南部被霸凌。